大家好 仓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徐连兴 今天呢 我还是给大家再介绍一款高速冲孔的龙骨机 这个传统的龙骨机呢 都是受这个冲孔的限制 这速度跑不起来 一般的快速的一分钟 也就是跑个十几米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龙骨机呢 就是包括带上打孔的这个速度 我们可以达到每分钟的五十米之上 咱们介绍这个生产线 还是从开卷机来开始介绍做起 按照开卷机呢 我们的开卷机呢 都是像这种龙骨机啊 开卷机都是采用的悬臂的 单臂悬臂 然后呢 烟压内张紧 四个支撑支撑起来呢 它是一个圆 这样能保证材料呢 支撑起来呢 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材料 也不会有折痕 也不会被破坏 同样过来之后呢 来到这里和普通的一些龙骨机啊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又加了一个送料器 一个高速的送料 刚刚咱们介绍的 咱们这个设备呢 是一个高速冲孔的龙骨机 所谓高速 它就是速度比较快了 咱们冲孔速度呢 在这冲孔的时候呢 它速度也能达到五十米之上 这里呢就加装了一个送料器 保动的送料的这个速度 再往前走 看到两个 看两个黄色的盒子 其实呢 这两个黄色的盒子呢 它就相当于啊 咱们这种 汗管机的龙石料仓 它起了这个作用呢 需要快速的放料 快速放料的这个时候呢 可能材料会出现偏移啊 跑料啊 折痕啊 或者跟不上速度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就采用了 这种这个龙石料仓的 这个模式 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当然不要看 一个小小的料仓 里面的这个开关 电源 包括缓冲 等等吧 我这里面还有我们 很多的专利技术呢 具体的就不太过于详细的介绍了 也避免泄密 高速松红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是通过高速的冲床来实现的 咱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冲床呢 感觉它的体积并不大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这个四处电机 个头还是蛮大的 这是7.5千瓦的四处电动机 这样呢 咱们有了这个高速冲床之后呢 就可以来保证它的冲床速度呢 达到高速的完成 这样呢 就可以达到保证这个送料速度了 比方说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 这个滚冲啊 或者其他一些冲孔的高速概念 但是我们这一块呢 多种模式运算下来吧 还是这种高速冲床 更为经济实用 它如果客户改变一些孔形啊 或者改变一些料形尺寸啊 或者等等 有些改变 或者模具 磨损啊 更换模具啊 还是我们这种模式呢 更为快捷一些吧 再一个呢 这个冲床呢 也可以做多种形状 多种尺寸的利用 过来冲床之后 在进入成形机之前的空间呢 在这里面一分钟达到50多米的这个速度了 这材料会不会偏移 会不会跑 它会不会出现折痕 这些都有可能 那好 我们又在这里呢 加了一个龙式的料仓 也是保证这个材料呢 它的平整顺畅连续 过来那个冲孔之后啊 进入咱们成形机了 咱们成形机 下面拖料 上面压料 落石二的滚轮 基本上咱们所有的机器 都具备这个功能 咱们来到这边呢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设备的 这是调值 关于调值呢 这是跟设备一体的一个这个电控 咱们在这个控制柜呢 跟机器一体的 也是为了结束空间 咱们前面提到的很多远程 远程怎么去实现 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 iPad 电脑在办公室 在任何地方 只要连上网都可以去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这个 我现在我这个手机界面 跟这个屏幕界面是一致的 我可以通过在这边呢 轻松的来调节 这一块就可以实现控制了 同样的这个原理 咱们实现远程控制呢 可以通过远程来调节程序 来采集数据 我采集数据呢 我可以统计日报表 我每天呢生产多少工作多少 每周生产多少 每月每年 形成的柱状图 柄状图做成统计 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不仅仅可以给到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生产线 一个高速快捷 能用耐用 好用的生产线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赠送给客户呢 一套管理系统 到底我这个设备 每年工作时长多长时间 生产出成品来多少 达到多少合格率 这使用率达到多少 都可以生成一个管理的报表 机器生产完材料之后呢 咱们是一个四处跟踪切断 因为还是高速 又回到高速这个词上了 咱每分钟呢 生产速度达到50米之上了 所以如果常规的停机切断呢 根本跟不上的 也保证不了这种速度的 所以呢 咱们在这边呢 采用的是四处跟踪切断 一个动力输送件 输送完之后呢 自动的脱落 脱落出来之后呢 只需要一个人工 在这边呢 做一个组合 组合完之后呢 一个对齐 对齐之后呢 来到这边 一个自动的打包机 输送一下 打一下包 自动打包 输送就出来了 做这种 半自动 这种打包 在对齐这个模式 是什么目的呢 它比起全自动生产线来啊 咱们这种啊 它节约的空间太大了 节约了 至少有8米长 5米宽的这个空间 这个样子呢 也就意味着 节约了40米的空间 但是呢 并没有影响 它的生产效率 而且呢 更确切的来说呢 在人工上也没有增加 基本上咱们这个生产线呢 一个人来工作就可以了 对于一些工厂啊 它特别是一些 受空间限制的 咱们这个生产线呢 就是非常好用的 第一呢 实现了 接近于全自动的功能 第二个呢 用了最小的这个空间 来实现了 最高的效率 这是真正的 高速高效 节能 智能的设备